社区消息要看 佛光山西来学校年度感恩节意脉原油会 以及西来寺主持会计法师 离开洛杉矶前 应邀在龙天护佑佛学讲座 以佛法在世间为题 分享自己的体悟 吸引相当多的听众 佛光山西来寺及国际佛光会 联合举办龙天护佑佛学讲座 邀请会计法师主讲 汇集法师秉承信云大师 提倡人间佛教的理念 以佛法在世间为题 与大众分享自己的看法 要感谢大家长久以来 对西来寺对道场的一个护持 那么大师常说 光荣归于佛陀 成就归于大众 所以这一切的成就 我想都是大家能够 发这份心才能够有的 所以在这里也感谢大家的护持 那么同时也祝福大家 能够平安吉祥 汇集法师也引用 今年国际佛光会会员大会的主题 幸福与安乐来勉励大众 把这个观念应用于生活中 从而能够解脱烦恼 汇集法师即将离开洛杉矶 赴台担任第九任的佛光山住址 与中委会的主席 许多听众远从外州赶来听讲 大雄宝殿内坐无虚席 晚到的听众只能前往会堂 另外西来学校也举行 年度感恩节义卖园游会 临近街道人车涌入 洋溢节日的气氛 提前欢度快乐的感恩佳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